Hello 大家好 今次錄一條影片 其實是對應我之前那條影片 之前那條影片我就說 窮人玩小米 有錢人玩Apple 是不是呢 因為這樣我就留意 多一點小米的動向 不看遊志可 一看 竟然我發現了一個 這個是傳聞 就是 小米將會推出它的新機 就是 小米12 Ultra 但是這個機就貴了 這架就絕對不是窮人玩 這架是有錢人玩的 那就要9千元 預計香港的售價就要9千元 我一看 咦 這麼有趣 之前不是說窮人玩小米有錢人玩Apple 為什麼小米哪裡來的信心去做這麼貴的機 其實他之前都有的 他11 Ultra 都貴的 但是我也想回 咦 我又看回小米近來的動向 不說遊志可 咦 咦 原來雷軍雷總 之前就出過一個 announcement 或者是他有一個發佈會 說過 他正式對標蘋果 就向蘋果學習 我一看 咦 什麼時候你變了對標蘋果 你以前不是一向說 你要打敗蘋果的 那什麼時候變成這樣呢 那原來呢 其實 近來他們的說法都已經變了 其實呢 之前他們一直都是說 向蘋果學習 然後呢 希望三年之內 就拿下這個 中國國內高端手機市場的第一 這個就是現在小米的目標了 那其實呢 我一看完 咦 咦 那就好 那我又看看你怎麼做 那你到底學了蘋果什麼呢 那有個說法就是 原來呢 小米十二 十二那條線已經出了 那大家去店裡看看 都會了解他在賣什麼 那我剛剛去看完 其實呢 就 我之前 其實我已經想著看一看實機 那是不錯的 其實說真的 十二鋪呢 其實真心上手都是不錯的 只不過是貴的 只不過是從來都有這個問題 就是小米從來都有這個問題 就是呢 近來呢 其實應該不要說從來 其實我之前那條影片 其實講過嘛 小米性價比是高的嘛 之前是性價比高的嘛 就是米八鋪 那其實真的高的嘛 那為什麼會去到現在 我感覺都好像很貴的呢 因為要成七千元的 雖然呢 它標價是標7299 但是它會有些discount 或者你去封閘 它都會減三百元給你 那你當七千元 那都是貴的 那我想 咦 那它向蘋果學什麼呢 其中一樣呢 小米以前不是這樣的 那它現在這條line 就開始 學了一些蘋果的方法 例如這樣 它旗艦機 它會出兩個size 那就是米十二和米十二鋪 然後呢 就是 有個 就是 再有個低階一點的就是 十二X 那其實我看 原來它這樣做 那但是 不過你放心 這條影片其實我不是 我雖然有內替 但是我不是想跟你說說 如果你想看那些試機那些 麻煩你看別的 就是 別的youtuber 我真心覺得別人是你一個 那其實我是想由它這裡 作引子 講一下 小米接下來的發展 以及 到底它在做什麼呢 那到底 雷總在想什麼呢 或者是 到底小米這家公司未來有什麼去向呢 那我 因為這樣 我又找了一些資料 那其實 那 十二鋪現在就在賣的 那其實它 學了 Apple就是幾樣東西 就是 將旗艦機分成小屏幕大屏幕 再做一個低階一點 其實跟Apple的套路一樣 然後它又 其實很有趣 從來 這家公司 其實它又學Apple 又學三星 那 它又會學Samsung 出到一個Ultra Ultra未出 可能過一兩個月後會出的 那麼 它就上中下都包覽了 那麼 然後它另外就學了 它便宜機 其實就用平面屏幕 這個也是 我相信它們都是參考Apple的做法 因為以前 其實 國產手機 高階的 清一色都是想用轉彎屏幕 即是兩邊轉彎的OLED 但是近年都少了 其實近年 是慢慢開始 例如小米 小米就是開始用平的 其實各有好處 Apple就是用平螢幕 那 我自己是三星的用家 我用了很久 其實我 我就喜歡轉彎 純粹為美 你問實不實用 是沒有實用價值的 我可以告訴你 兩邊轉彎的曲螢幕 是沒有實用價值的 但是就漂亮 而且可以用盡機身邊緣 去增加螢幕的尺寸 但現實不是很必須的 即是從來我不是覺得很重要 相反如果可以降低成本 其實是OK的 如果反過來 S22 Ultra 如果可以轉兩邊不曲螢幕 減千元 那我就好 但現實是不會的 現實通常就是 如果Samsung 就貴價機會兩邊曲螢幕 小米其實現在 便宜版米12 它都會有平螢幕 但說回我做到什麼 或者我們觀察到什麼 其實我就發覺 小米很有趣 原來雷總說 小米現在面對的是什麼 他剛剛那年 其實他的成績 是不錯的 其實老實說 他去年賣的機 尤其是雷總說 他要向貴價機出發 其中一個小米未來都會走 就是向貴價機出發 希望多做高階機 那他做不做到呢 其實他做出來的成績不算差 在2021年 其實他出貨 叫高階機 三千元 他怎樣叫高階呢 就是三千元人民幣 或者是三百元歐羅以上 就叫高階機 他出了二千四百萬部 那就不算差 但是呢 你要看一下雷總 那好吧 那不算差 但是你 現在那個問題是什麼呢 雖然呢 就賣多了這些叫中上價的機 但是原來呢 他很多是因為減價才賣得去 其實他現在說的是貴的硬件 然後叫做便宜賣 貴硬件便宜賣 其實這種情況在國產機是很常見的 那我就看 那好吧 那有什麼好搞呢 那既然是 現在如果我說貴硬件便宜賣 那就是說利潤不好 那怎樣可以做好一點呢 那他呢 就提出 小米呢 接下來就做多些研發 做多些研發 就是做多少呢 那原來他說呢 過去兩年 平均每年大概100億人仔 那接下來就希望做多些 就五年就用1000億 那五年用1000億 你聽到很偉多 不是 以做這些手機廠 因為其實他的牌位都挺高 全球都是國際級大廠 那這樣就 遠比他心目中的偶像 蘋果差很遠 蘋果現在是一年用二百億美元的 就算未來很樂觀 增到五年有一千億,其實每年只有二百億而已 又不是很多,延不出什麼 相反,華為也花一千一億,一千四億人仔 雖然華為有很多其他東西研究 小米相對來說比較少 因為你只是研究手機,華為也有機站和其他東西 華為也有很多核心東西研究 我們也曾經說過,它連OS也有 CPU也有,其實它什麼差事都想研究 相反小米是簡單一點的 但也好,有二百億一年 我就立刻想一下,那是有錢 雷總,這條數是怎麼算的 二百億一年 但原來過去一年,第四季 剩餘才得四十四億 一季都是賺得四十四億 一年賺得,我任你講,很樂觀 一年賺二百億好嗎 一年賺二百億,就花光研發 那又沒有什麼可能 你完全不用做其他東西 那是沒有可能的 那你要廣告是有其他花費的 你要營運的 所以我看他 未必能賺到那麼多錢 那好吧 就算沒那麼多錢,那就不要緊 看菜吃飯 結果小米研究了什麼呢 他想做高階機 想學Apple 學到什麼呢 其中一樣就是研究 原來延來延去,我看來看去,你那個機又真的砌出來 真心 過去延了那麼多年 其中一樣比較明顯 近來有些成績的 竟然就是電源控制 這個也是的 其中一樣都挺有成績的 就是充電 他花了很多錢去研究 做一些電源管理晶片 其實就是那些第三類晶片 什麼是第三類晶片 將來可能我多錄一段影片跟大家說 因為我們平時經常說那些CPU那些 那些叫第一類 第三類就多數是電源管理的 他主要就是原料不同 那麼 今年12號裡面就多了一粒晶片 就叫做小米鵬敗P1 好在什麼呢 好在充電快了 用到120伙 充電 你聽完 有什麼用 我現在的三星25伙都覺得不錯 其實45伙我已經覺得很快 再快你也裝不了那麼多 即是你就算 快到可能 他現在說的可能 30分鐘已經充電了很多電 我又不覺得這個很重要 所以其實他的研發很有趣 還有小米又 Sidetrack了很多無謂的東西 其實他汽車的研究團隊也有1000人 也就是說解釋到他為什麼延期都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出 因為 這個就是延下 那個就是延下 已經淺少了 淺少還各樣延下 即是搞完一大餐就沒有 所以沒有什麼輸出 他大部分東西 所以結果你發覺小米的手機 其實基本上是買東西回來砌 那就是這樣 然後 好吧 雷總說完 這件事就是做多些研發之外 另外就是要向高端的手機推進 我剛才說過 原來小米都不錯的 其實他 在賣貴價的手機是有一點點成績的 但是不是 大家想像中那麼理想 因為雖然賣了貴手機 賣了貴手機 和賺到多錢是不掛勾的 你可以賣一季 價錢貴了 但是由於你的利潛責 沒有什麼錢賺 所以為什麼反映了在他那個淨利那麼少 而 我又看 我們經常說 小米就是賣chip機 有多chip 原來 小米的手機平均售價 其實 2021年就上升了 我現在看資料 2021年 其實他已經上升到 人民幣計算是1097.5 那 對他來說不算差 你聽起來 只有1000元的手機平均 有沒有搞錯 你都覺得好笑的 其實我 這個數據 其實是 他公佈的 我又奇怪 原來在中國 因為他這個數據 我相信他是中國統計出來的 但是我又看回 要比較是別人 1097.5 因為我在我印象中 其實 小米買的入門機 在香港 其實我們都很少選1000元價位 那些 通常都可能 選1000到尾2000 那些 但偏偏 他可能在國內 賣到的 那個錢 或者是那些人選 他通常都是選更便宜的 那就這樣 然後我就看 iPhone有多少 iPhone又真的好很多 既然你以別人為目標 別人就是825元 美金 美金 在 iPhone全球來說 去年那個平均售價 是825元美元 你聽起來 很貴 我想 是不是 所以雷總 現在是不斷地說 他要提升這件事 所以我就想起 是不是 所以 為什麼我這條題 你見過我的圖寫著 是 無忘初心 密忘初心 什麼是雷總的初心呢 我稍後說 還有大家 如果你看到這裏 你悶 你也不要關機 麻煩你幫幫手 開到尾 因為我發覺我們的影片 相對來說 很多人在中間就已經CUT了 不知道是悶還是點錯題 但不要緊 總之你開著就可以了 幫幫手 那麼 然後呢 繼續 然後呢 我又想 咦 為什麼他能夠賣多了 如果就算算了 他現在平均售價 每部機 因為小米機 其實我講 每部機的平均售價 我又想 咦 那是不是 是不是 他做得好了 多人買他的貴價機 我又想 又未必是 所以我看資料 又有個原因 去年為什麼 小米相對來說 賣多了少少 那個 中架機 因為他說 3000人民幣以上 可能我猜都是中架機為主 其實呢 因為 20 其實呢 他的出貨率 多了 他出貨2400萬部 中架機 佔那個比例 佔他全部產品的比例 是13% 其實他2020年 3000元人民幣以上的機 是佔7% 所以基本上 全部人買小米 都是全買chip的 其實主要原因 就是 之後 過去幾年 過去兩年 華為 摩托了街 在中國市場 華為才是 中架機 中上架的 主要 國產手機 那個 生產商 所以呢 因為華為摩托了街 你capture他 所以我又找到一個圖 這個是Digit Times 做的research 2020年華為主要 就做 整個market share 是華為佔得多 後來華為摩托了街之後 華為就縮了 小米就霸了多了 其實有兩個player 在中國市場 就 應該這麼說 有一個player 佔的市場 突飛猛進 其中一個就是Apple 因為華為是做中上架市場 相同 market segment 就是Apple 所以Apple是吃過了 過去這一兩年 Apple在大陸 其實賣得不錯 另外就是 OPPO Vivo 都吃得很厲害 反而你見到 去到2021年 華為就縮了水 小米沒有乘機去吞併 大部分的華為market 反而華為 就比OPPO Vivo 分得更加多 結果 不是很掌握到機遇 這個是 雷總要想的地方 然後 我想 全球來說 弄這些貴價機的情況 是怎樣的呢 又或者我們經常都聽到 小米又說很厲害 有時候 出貨量比Apple 對的 你見到有時候 去年有某一兩季 其實 小米 全球來說 可能出貨量比Apple 為什麼 那麼多 那麼多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 我們經常聽 多一聽 到底出貨量多少 現在這個圖 就是說2021年 智能手機全球的比例 這個是全球的 不是中國 全球來說 三星第一 18.9 蘋果排第二 其實蘋果很強 其實過去一年蘋果是超強的 因為以前 它沒有那麼強的 反而再上一年 沒有那麼強的 小米 Oppo Vivo 這些牌 已經沒有其他廠了 地球上 主要的生產商 都在了 然後 好了 照計 小米也很不錯 13.5 數量是沒有用的 錢才是有用的 這個圖表 你就看到了 哎 你們其實搞來 只有我餃子 因為 全球來說 其實你看到 這個 就是講錢 黑色那塊 就是蘋果 原來 在2021年 蘋果只是它一家廠 它賣多少手機呢 賣196 billion 即196.10億 1960億 美元 的手機 你可想而知它賣多少手機 而且 它是賣貴的 而它的份額基本上是佔了市場的 一半 你看到這條 我們經常看 Apple近年 已經跌了 已經是 跌了 相對來說 其實它 都是17.2% 但是 它 它能夠賺的錢 就等於 前面的那幾個貿易 你看到那些 Apple就等於 Samsung 小米 Oppo Vivo 加起來 都沒有它那麼多 錢 你可想而知 真正 其實那個 智能手機 賣出去的 錢 或者收入 最強就是Apple 而且是無人能敵的 基本上如果純說賺錢或者賣機的市場份額 市場份額有兩種 一是你的機多 一是你的錢貴 其實 只是說錢是沒有 不是 只是說機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因為相同的道理就是Apple不僅是賣到貴的錢 它已經是每年收入的錢 等於後面四個加起來都比不上的錢 而且它Capture到最肯用錢的一群 在買它的高階手機的人 其實基本上都是對它的品牌認知度高 有消費力的一群 肯在App Store 不是 神經病 肯在App Store上使用錢的人 也是 相同的增長 即是肯使用錢的人也是多的 而且是最有消費力的一群 其實情況像什麼 情況像我們以前 香港最多人看的報紙是什麼 東方蘋果太陽 但是 同一時間我很記得以前Marketing的同事 我會說 你知不知道 South China收的廣告費 比他們更貴 我說不是吧 South China一天賣了一份 South China一天賣了 幾萬份 怎麼會這樣 以前真的有人看報紙的年代 都是只有幾萬份 因為那個Market 全部都是老闆的 當然是值錢 全部都是老闆的讀者 他自然值錢 因為肯有消費能力的人 都是集中在那裏 其實情況好似Apple Apple除了賣得多少 貴 收入高 而且Capture到最高 價值的那一群 所以其實他能夠產生增值很大 而他因為這樣 亦都衍生出來 令到他的品牌認知很高 而誰用 是影響到他的品牌價值的 這個也是小米 有一個難處 其實我有一點結論 接下來講 因為 雷總經常想搞 中上架機 其實遇到一個大問題 就是那個品牌認知太低 你基本上 其實除了你花多少錢 去做廣告 或者做些什麼 這樣會有幫助 但是 當然這個也要提一提 雷總曾經 雷總說過 小米的利潛是佔他的硬件 5% 即是說他 一早已經承諾了賺很少錢 他不是暴力公司 這是值得賺的 其實一定程度上 小米是良心企業 他一早已經說過 我只是賺少部分的硬件錢 但是同一時間這件事 就是針沒有兩頭理 你如果賺少錢 回歸給客人 你也沒有辦法支配他的錢 用來做廣告 所以認識小米 品牌 你很難去提升 他一個檔次 而 同一時間 檔次不上 用的人也不上 你的品牌的價值 同一時間 既有你的宣傳 所以你死打宣傳 也不盡有用 是要看誰人用的 當社會經常都看到 有錢人、明星、明人 通通 明星、明人 通通一概都用Apple的時候 你是發覺打極都打不出 相反 你看到Apple有時候 其實他未必花很多錢 到處看到 明星、明人、 有錢人、老闆 最容易的 我們經常都覺得 尤其是在大陸 我發覺就是 你在大陸經常看到老闆 個個都是用Apple的 那我有什麼辦法不認為 Apple即是能用得到 不關那部機能不能用 老實說 有時候可能完全沒有關 雷種其實絕對有能力 可能做回一樣的硬件 買就有 但是為什麼買回來 明明我的相機更好一點 那為什麼 那些人不買我 或者不認同我 當然就是跟品牌認知有關 而這些是非物質的價值 Apple最慘的是 它領先 這些廠 包括三星 我用了這麼久 我自己也覺得是 你的品牌 價值是不同的 別人是 儲了很久 是有一些非物質的價值的 那些是品牌 歷史 技術 Apple當然有很多核心技術 又有很多歷史 只是教主你搞不回來 你不會把雷種 當教主 兩件事 所以永遠都很難追得貼 反而 我覺得是 如果你說 小米 還有一個問題 你會覺得 不知為什麼 尤其是 外面的人反而 我覺得客觀一點 在我們手上 或者在歐美地方 其實大家會比較客觀一點 去看他的硬件 反而你不知為什麼 在 中國大陸 其實就有個問題 我真的親身去問那些人 和那些同事 那些大陸同事都是這樣說的 如果我有錢送電話給女朋友 最優質的是什麼 那當然是送蘋果 他不會懷疑我 省錢 不會懷疑我看小的 在他們眼中 真的覺得 這件事才能上大桌 相反 他不會想 送小米 如果送小米 那不是不好 但是 你不會要買貴的小米送給他 我真的撈不成 那期窄窄的 我才會送 便宜的小米給他 現實就是這樣 然後 我撈得行 我不會送9000元的 小米12 Ultra給他 我當然會買 13部Max給他 不欠1000元 這個是很普遍 的人的想法 如果你要送 一部電腦 不是電腦 送一部手機 給你一個 大陸的女朋友 你不會送這件事給他 這是很現實的 品牌定位 所以 其實 只是這件事 我覺得他的品牌定位 已經是 令到雷總 很難 做到他說的 就是向高階突破 其實還有 還有一件事他誤會了 就是 不是買一些硬件 就行 你不要以為 做到一架 硬件很漂亮的東西 你就會 可以供到上去 原因是 老實說 其實情況跟造標差不多 做到跟勞力士一樣的質量 大量 老實說 Sanif 寶基 甚至乎他自己的雕鴿 雕鴿 都做到的 做到這樣的質量 但是 大陸力士的品牌只有一個 你就變成 人家仍然會追捧 他們認知的品牌 其實 這就是我這次的結論 經過做完這個 research 之後 我就看 雷總的進路 其實都很困難 還有 有一件事就是 雷總 不能夠不承認 小米 你不能夠經常打算抄襲 還有 雷總很喜歡 你不能夠永遠都活在 蘋果的陰影下面 其實 你就是你 盡量做你厲害的事 就不要說什麼都想做 但是因為你什麼都做 反而什麼都做不到 而 小米的核心價值是什麼呢 其實是建基於他的CP值 反而我覺得雷總應該想想 我應該集中發展 小米的初心是什麼呢 就是CP值高 性價比高 而是 為什麼我們以前 很先入為主的印象 小米是什麼 小米就是由山寨手機 時代 蜕變到變成正規山寨 幾大程度上我們初初覺得的 小米是正規山寨 然後拿到上手 發覺他不是山寨 質量相當好 然後 於是 以前就玩山寨 然後 後來就玩小米 後來最好笑的是什麼呢 我有朋友就是 沒有山寨我就是要玩小米 其實 以前是幾塊水買一部山寨機 現在不用了 沒有人會再買山寨機 因為有小米 把山寨打死了 雖然說笑地說 其實他真正是為底玩而生 你本來的初心就是平靚正 而 他的好處就是 最重要 最重要 你的初心是什麼 就是 優良品質 山寨價錢 優良品質 山寨價錢 那麼 蜜忘初心 這東西才能夠爭取你 最多或者是你最利機的客人 好 今集講到這裡 多謝各位 下集再見 拜拜 下集再見